黎一峰这事儿啊真的是没完没了啦 后遇症太多了 这波被牵扯出来的王家尔又出事了 之前她的战姐和部分粉丝都出来捶她 然后慢慢淡下去了 机构这两天苗头又起来了 而且比之前更加严重 因为官家平台方把与她相关的动态删除屏蔽了 首先说一下平台删除内容的事情 按照如今处理劣迹明星的流程 首先时下通知各个电视台和影视商 会先把相关艺人的内容清除 该打码的打码 该除名的除名 该隐藏的隐藏 一般来说下属官家机构是最先接到消息着手处理 一般这个时候网上就已经闹翻了 然后相关作品就会被下架除名 如果明星犯的事儿行重 就会再出一个蓝白底字 蓝底白字一除 各大品牌商社交平台合作伙伴就会闻风而动 该简约解约 该封禁封禁 该赔偿的赔偿 而到目前王家尔还处在第一阶段 被部分软件屏蔽了搜索内容 在强国这个APP上 已经完全找不到王家尔的信息 想要搜出它的内容 除非单独按名字来 全称是不行的 这个APP可不是一般的APP 它背后开发者可是上面的证面 使用的绝大多数用户 都是官家的工作人员 这个APP很有意思 刚上线的时候 是全网唯一一个采用真名上网的软件 意思是身份证上的名字 就是你的社交名称 认证后就改不了了 所以就出现了电视剧刷弹幕 看文章留言评论 全是实际姓名的器官 不过后来改版了 另外 羊妈的音乐APP上面 还有几首王家尔和其他明星合作的音乐 单人独唱的乐曲没了 所以说如果王家尔没有任何问题 为何会被大平台屏蔽掉 与其相关内容 这解释不通啊 好在目前只是小面积的 大多数平台上 王家尔的作品依旧是安安稳稳的 如果下一步再次搜索他的名字出现了和黎一峰一样的结果 那就是彻底BBQ了 代言丢了 奢侈品品牌代言这个事情挺复杂的 他的粉丝说三月份就已经没了 因为那时候朱一龙一方已经准备签约 如今重新拿出来说肯定别有用心 同时我们还在网上找到了一张 疑似品牌方的聊天截图 通过对话我们能清晰看出 他们是接到通知 删除了品牌与王家尔相关的一切动态 时间上是2022年8月30日 所以这就很让人迷糊了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到底谁说的对呢 但是这里面有个bug 王家尔的业务一直都是在国外 国内也就是参加参加综艺 在国内名气远远没有国外的 那么奢侈品品牌找他在国内宣传 是不符合品牌宣传效应的 包括此刻王家尔依旧在国外营业 这几天王家尔在国外 时马不停期的干活 四天在老美跑了三个城市 签了三场发售会 现场人山人海 有的粉丝在社交平台发言说 为了追王家尔提前9个小时 就过去排队 队伍浩浩荡荡排了长达两公里 听着总感觉夸张了 但是晒出的照片确实还真就如此 一众女粉丝前夫后继的 过去和他拥抱合影 此举也被网友认为 是在转移阵地 专心开发海外市场 就算内遇爆雷 自己在海外也会混得风生水起 同时包括媒体在爆料中 还说王家尔下半年 基本不会回来 一直在国外营业 综艺节目资源都给到了刘信华 从而也就更大加深了 大众对他跑路的认知 这段时间对于王家尔来说 估计是水逆 他对于这些议论 也选择不闻不问 专心干活 我只能说这挂吃得跟看叠战片似的 脑细胞震荡一大堆 为什么会怀疑王家尔 很简单 因为王家尔和李一峰事件的两位主要人物 都有关系 李生利和网红万万 他们三人则认识是在 韩语吃夜市摊的时候认识的 他们之间都是好友 李生利一起沐浴搓 网红万万音乐公司帮助起出单曲 细致缕一缕网友们曝光出来的疑点 一 巡回演唱会回来 突然消失了半个月 二 和弯弯李生利互关 关系亲密还在一起玩耍 三 夜店常客常常被偶遇 还给过别人一千小费 四 八年战节观战跑路 痛斥王家尔 五 没出新歌 再喊打嗝笑音直播黑脸 这些言语里有的可以理解 有的就很迷惑了 反正这些言语一出来 惹得王家尔粉丝是纷纷不平 纷纷怒对营销后 认为他们是捕风捉影 胡说八道 专门黑自家哥哥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 已经发生的事实吧 不然王家尔的粉丝和李一峰 吴某某的粉丝有啥区别 王家尔的粉丝真应该做的 不是到处对营销后 而是拿出证据打他们的脸 或者不闻不问 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小 受李一峰牵连 胡彦斌被爆嫖娼 网友之前遇到过 还给了一千小费 我就说了 李一峰这事肯定会没完没了 之前是王一博 王家尔 王大陆 这次又轮到胡彦斌了 这事要是把内与男星挨个筛选一遍呀 事情起因是某八卦媒体 与胡彦斌的粉丝突然出来说 胡彦斌涉及嫖娼 言语间说的是有模有样 甚至让人感觉到 有种管家通告那份 可是他们一说不要紧 胡彦斌可就惨了 作为实力派男星人气斐然 消息直接在圈内炸开了锅 原本这几天因为李一峰事件 却内视各种不安生 很多明星是能避多远就避多远 生怕李一峰被牵扯 毕竟那份名单中的名字缩写 太让人浮相连篇了 在八卦媒体的描述中 胡彦斌等明星未播的作品不能再播 话说胡彦斌也没影视作品呢 人家出了唱歌就是综艺 然后另一位粉丝他说 一位失散十多年的初中同学加自己 就是为了告诉他胡彦斌挑战了 而这后两条消息就迅速在网上发酵 传播开来 最后就演变成了胡彦斌涉嫌嫖娼 作品被打马赛客下架什么的 为什么会有人相信呢 第一 如今大众对明星踏访 已经习以为常了 现在大众对于娱乐圈刮的态度很明确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明星翻车已经是家常片饭 第二 八卦媒体的曝光 以及晒出的大马血照片 曝光言语加照片 刮出来后众人不是第一时间求真 而是看着八卦媒体和营销号的言语 与照片 做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种吃瓜是很随意的 真假无所谓 有瓜吃就行 第三 受到李一峰事件牵连 因为李一峰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霍燕斌和网红弯弯认识 关系还不错 2018年的时候 还亲自给网红弯弯站台打扣 他们两人为啥有联系呢 这就要从网红弯弯开的音乐公司说起了 网红弯弯自2014年发起后 就一路高阁 2017年在韩宇开了一家音乐公司 曾经还帮助过王杰尔出过单曲 所以网红弯弯也算是音乐圈内的人 同样是音乐圈的人 手里还认识那么多明星 明星也不小 手中也有资源 和胡燕斌认识也不足为奇 但是他们到底是工作关系 还是私下有关系 这点并没有什么材料去实锤 桌上种种 所以很多吃瓜群众就身上不宜了 纷纷吃瓜的同时 还不忘巴一巴胡燕斌以前的经历 零九年车祸逃逸知识 三人受伤 曾经与老薛的爱情之争 与郑某的情感纠纷等等 也冒出来更多人纷纷留言说 在某某地方见过胡燕斌 还讲述了经历 感觉就是很真实那种 这些出现的未免太巧合了吧 胡燕斌是得罪谁了吗 咱们不说胡燕斌嫖娼的真假 毕竟咱们也不清楚 就说网上曝光的信息 打码作品被删除很明显是假的 实际上并没有打骂 平台上作品依然在 所以基本可以证明 这是有人故意出来黑 博取流量的 目前胡燕斌并没有发文辟谣 他要是真辟谣了 而且惹得一身麻烦 最好不管不问 反而是最开始 写那些话的粉丝出来说明 自己只是记录日常 背影相好误解了 自己正在找律师收集证据 同时要和胡燕斌道歉 骂自己是猪脑子 他也表示胡燕斌喜欢的是 清新小白类的姑娘 这些年喜好都没有变 所以嫖娼可能性为零 我对于胡燕斌的印象 还是秦时明月那首主题曲 他的古风曲挺不错的 专业上来值得肯定 私生活上到底如何 这些年来并没有传出什么黑料 所以这些营销号锤 他最好拿出真实性的证据 目前这种证据说服力太低 很容易就被戳穿 搞不好还落得一个造谣的下场 话说回来 李一峰这事产生的后遗症 何时能消散 下一位扯进来又会是哪位明星呢 这些个缺丝 然后夹地的 用夹地的